哈喽大家 昨天介绍了两只水桶包 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名字 感谢今天给我提供信息的朋友们 他们的名字打在下方了 我就不读了 因为我不会读 就什么霸气 等以后有进一步的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共同分享一下 它叫什么名字 它的名字由来是什么 那它在一开始被设计出来 主要作用是什么 就像包包Evelyn 它在设计出来的时候 就是作为工具包 然后为了透气呢 上面会有些孔 对那那些孔 其实不是对着外面的 而是对着里面的 今天呢还是一个水桶包 不过是正儿八经的水桶包了 这个是不正经的水桶包 正儿八经的水桶包 Picotin 26 那我在遇到它的时候呢 其实我心里面想的是 Picotin 30 也算是所谓的中古款了 30尺寸的包包 好像在市场上 现在都不太能够遇到 那个是超大的一只包 然后也像 凯利50有个relax 那样的一个包包 它的皮革也是非常非常放松的 接近于Swift皮的那样的一个皮革 不能瞎叫 它的皮革可能不是Swift皮 就是一种细腻皮革 然后也更薄一些 本身它做出来 就不是为了硬挺而存在 这只26其实和我们所了解的Picotin 18 Picotin 22 它们的整体的风格 整体的这种人群 应该都是接近的 除了它尺寸的问题 除了尺寸之外 它的这种用法还都是接近的 那它们其实也有包型 它们的包型是什么 当你把钥匙锁挂上之后 有一定重量把它拉过来之后 这个包包可以像这样 像两边拓宽 这像一个倒梯形 对不对 同时呢 还有另外一个 里面盛装物品 不是很多的时候的 这样的一个包型 它的顶部更像是一个风车 这是我所理解的 Picotin的它的包型 所以它也并不是说 随随便便往那一放 没有任何的形 它的两个主要的 可以替代龙骨 它不是龙骨 但是可以替代龙骨的位置 是这里它的皮革叠堆的地方 给它一些些支撑 但是呢 和龙骨的本质还是不太一样的 Picotin的构造还是非常简单的 给大家的印象 感觉更像是一整张皮革 把不同的部分剪出来之后呢 风风补补就成了这样的一只水桶包 其实还是有一些复杂的部分呢 比如说它的底部和这个包身的连接 比如说它这个位置 两个皮革的叠堆 以及像这个位置 这是两层皮 不是一层皮 整个Picotin给人的感觉 其实是优质的皮革 Picotin经常用的皮革呢 是TC皮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皮革 就说它是Togo皮 其实今天有人在平台上说 说什么呢 说Togo皮都是去做好的包包 贵的包包去了 不会给你做Picotin的 其实好像也不觉得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Picotin它本身作为这样的一只包的话 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对不对 那我理解呢 TC皮比Togo皮 它的油脂含量会更丰富一些 更有质感一些 作为这样的一只包包的话 用油脂含量更加丰富的TC皮 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本身也是带一些慵懒的感觉在里面的 对不对 那现在其实Picotin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拼色 这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Touch版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一部分是用鳄语皮 一部分是用这样的Togo或者TC皮的那样的 薄金或者凯利 放在Picotin上就是下半部分是TC皮 然后手柄的部分是鳄语皮 也会有这样的版本 不知不觉聊了很多了 这个包包的颜色叫做珍珠灰 是T克还是X克忘记了 是T克的包包 其实没有怎么被使用过 从它底部的这个痕迹和边角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底钉 还是有原始的贴膜的 有两个略微在存放过程中 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摩擦 那它的边角是非常完好的 包身呢也并没有正常使用所带来的痕迹 所以目前所能看到的都是存放痕迹 所以这个也算是一只尽心的包包 那大家在二手市场买Picotin 像这么大的包包的话 就是比较划算了 因为我们知道专柜价本身 它的大包会更贵一些 但是呢到了二手市场 往往很多包型就是越小越贵 越大越便宜 这个包包如果能找到匹配它的主人的话 真的是能省不少钱啊 我对2020年这个流行趋势的理解 就是白色 白色年或者是帆布年啊 所以说这三个水桶包 其实已经满足了我们对水桶包的一些需求了 小的很可爱的这样的帆布的水桶包啊 然后这个是 另外的中等吧 但是也是蛮大的啊 挺大的一只包 然后这个是26厘米 目前庄柜能够买到的最大的Bicotin了 26厘米啊 我们来量一下它的底边的尺寸吧 更加的了解它一些啊 从这个棱到棱最宽的部分是26厘米 那这个窄边 窄边的宽度大约是21厘米 高度 高度包身的高度也是26厘米 有些朋友说我的这个视力的效果不具有代表性啊 所以把这些数据也告诉给大家 然后呢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比划比划 Picotin呢 大家经常说是爱马仕的入门包呢 其实作为入门包也可以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 它可以作为爱马仕BKC之外的填补你的一些时间的这样的一只包包 像我之前聊的这两个包包是一样的啊 都是可以作为 我不需要那么制式 我只是想随意的出去走一走啊 这样的一只包包 当你出去走一走 有可能它可以作为购物袋 然后拎一大堆东西回来 对不对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了 一个男生女生都试用的大号的Picotin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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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